如果你想要快速到達S牌 今天我要教你們 MACTIVE 0322 是怎麼100%的勝率打上排行榜的SSD 記得要學會這隻角色 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冷面 目前新賽季如果你想要快速到達S牌 璀璨甚至是SS 有非常多的玩家選擇去當開圖狗 或者是去當這些開圖狗的掛車一起上去 但是我們這些平凡的玩家 當然是要靠我們的雙手 來一步一步的慢慢打上去 所以今天我要教你們 目前現在排行榜第一名 MACTIVE 0322是怎麼上去 他就是用手紋100%的勝率打上排行榜的SSD一名 就是完全沒有人可以打得贏他的手紋 而這個版本的手紋真的是非常誇張 只要讓他龍到中後期開始 他就可以一打五都不是問題 那首先這一場我特別跳出來講是因為對線是對到小丑 大家都知道鎖完打小丑是肯定被小丑死定開 就是你怎麼打 都是換血打不贏 你單挑也是打不贏 所以一開始我對到小丑 然後很簡單 首先我先裝兩顆紫色 幫打野出野 因為你一等就算跑到線上跟小丑這個對線 會玩的小丑他會直接站在你臉上 然後控你並線 然後用一技能的普攻去過來點你那個死亡詛咒 把你的血案給打藏 所以我一等對到小丑 一定不會傻傻的出來跟他對線 我一定都是先幫打野出野的 那我幫打野出野裝兩顆紫色是因為 打完之後就算我清空子彈 我也是還有五秒的冷卻 所以我走到線上我就可以有新的一技能 可以裝三顆藍色去清兵 OK那你可以看到我跟小丑對線很簡單 一定都是三顆藍色打兵 那小丑站在兵旁邊想要清兵的時候 我的三顆藍色的擴散就可以消耗到小丑 那後面我會再更進階的教你們 就是怎麼利用三顆藍色去換到更多的血 好了這邊可以看到1分30秒的時候 因為對面的打野要出野了 所以我們就是關在塔下千萬不要出去 這個1分25秒就開始要在塔下了 如果對面的打野是在那邊要出野的話 那這邊呢 但是我們這邊垮是被抓死 那洛莉安這邊趕過來 浮起了這個拉克羅斯 那我們後續是成功拿到了兩個人頭 那我後續這邊先幫洛莉安運出力量 那幫他逃脫 那這邊呢洛莉安是成功逃脫掉 力量是追得非常深 然後甲蟲過來 我是想要直接過去暈他 但是甲蟲是選擇先吃魔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要馬上去吃魔龍了 我們就是要稍微的先清一下兵線 因為如果我整波兵線不吃 馬上去幫甲蟲開魔龍的話 那小丑一定就是知道我們跑去吃魔龍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可以先清我的兵 清完之後他可以踩住我的視野 我們就不要那麼笨的去吃魔龍 我們就是先清兵為主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剛剛就是利用二技能 然後三顆藍色馬上去打兵 那擴散到這個小丑的旁邊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傷害是非常可觀的 好下一波兵線一樣 三顆藍色擴散打過去 那你可以看到我這樣子兩波擴散二技能 過去我就已經把小丑打到接近半血了 然後我這邊再一個大絕 中間的範圍是打到小丑 那這邊是先把他打到殘血之後呢 我再拆他可能回城 除了也是一樣 我二技能過去三顆藍色 看能不能擴散到炸 就是斷了他回城 這次他這邊應該是常會附加塔的補包給回起來的 那看到地圖戰呢 這個小丑跟愛麗絲露頭了 那我們就趕快把兵也塑清掉 那邊垮克勾到愛麗絲 先過來把他給秒殺掉 OK那這邊 前期的節奏非常不錯 雖然我們前期是沒有打到 特別多的一些人頭上的肉絲 但是呢這場我要教你們是怎麼樣去對線一個會死靈開裡的角色 因為玩索文很重要 就是你前期一定要度過 索文的前期是非常非常弱的 所以呢你的對線前期一定要做好 如果你前期沒有做好的話呢 你被壓或者是被殺你就會沒有那麼好發育到中期 OK這邊趕快勾到 那等那個小丑二技能結束之後呢 大絕中間那一段打在他身上 直接就把他給秒掉了 所以要記得啊 如果有一些比較強烈的控場 控住對面的人之後呢 那比如說像小丑二技能 記得要等他到技能快結束呢 先預備好大絕打中間最痛的那一段 因為這個的爆發傷害是比你普攻還要高的 OK所以這個你們要記住 好那可以看到我們這邊呢 五分鐘了 剛好是可以拆掉塔 那我們拆掉之後 洛迪安開戰 那納克跳過來了 我們閃現不用急的招 因為這個納克的技能已經用光 然後我們夸克水口來幫我們的 然後一樣 像剛剛那邊小丑的二技能 被吸住 那納克開銀霜 那我們也是一樣開大絕 但是很可惜 他銀霜完之後呢 他是直接躲過了 那我開的比較慢了一些些 但是沒有關係 後續有收到拉克的人頭就OK了 那這邊呢 對面凱撒路過來 我們直接瞬移跑掉 那殘血剛好呢 就是可以做一個換線的動作 首先呢 我們的上路一塔是拿掉了 那雙方的凱撒路都跑過來上路支援 剛好呢 我殘血回補 下來 這波是一個最完美的換線時機 是因為呢 我回去剛好是兩波兵線 都已經交接好了 那我回來呢 就可以直接三顆藍色 二技能過去擴散 打消耗順便清兵 然後呢 我這邊按了一個集合 因為我知道布萊特的 他一定是蹲在草裡面 所以我這邊大嘴直接撒過去 然後再配合像 甲蟲跳過來 就直接把他打到殘血了 OK那我這邊再切三顆黃色 把他給暈住 那記得呢 有時候譬如說 你吻殺一個人 那你就可以切三顆黃色 把他給暈住 因為三顆黃色 三顆黃色是可以直接暈一秒的 所以這個是也是一個 鎖文非常細節的一個操作 那這邊呢 我們也成功打出一個破口 拿到消耗的塔 再拿到一個凱撒 好那我們這邊呢 嘗試來壓一下消耗的二塔 大家噴下去 力量一滴血 那力量一滴回補之後呢 那夸克這邊直接過來壓一下 那我三顆藍色的炸塔順便消耗 那艾斯打殘之後呢 夸克勾住 那是看到小丑二級人用完了 馬上二級人過去收掉 再二級人過來 再把他可以收掉 那布萊塔這邊看起來大絕了 我們就直接 拉掉就好了 我們千萬不要跟這個布萊塔硬打 因為他已經是死定了 所以我們就拉掉 OK那我們這個時候就來到了 3.06的戰績非常非常完美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為什麼我要解說這場 是因為 如果只要你們看一些順風場 其實沒有意義 我要教你們是教你們 索文這角色前期很弱 那你要怎麼度過前期 就像我打到小丑 一定都是以清兵發育 慢慢用藍色只能消耗為主 因為以我自己玩小丑打到索文的話 我前期一等一定會把他的兵線給控爛 所以我一定要教好你們 怎麼樣去玩好所有人的前期 因為中後期其實 玩法都差不多 只要你的一個裝備起來了 以譬如說 三顆藍色 幾隻黃 二級人過去收割打人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玩法 對 OK那這邊可以看到 因為我隊友全部都在上面是魔龍 所以呢 我這邊三顆藍色子彈 趕快清完兵線之後 跪在橋裡面 等隊友過來 OK那這邊 夸克是過了布萊特 那我這邊是不要急著進場 有一個是因為布萊特是穩死的 但是他開啟了大絕 我們不要給他機會 讓他耗到我們很多的血量 所以我們這邊穩穩的收掉布萊特之後 一樣啊 就是 這邊我是要進攻凱撒的 因為對面死一個布萊特 然後呢其實繼續去追他們 是沒有任何的意義的 因為對面要退 然後也沒有兵線 軍攻三塔或中塔 但是呢 這邊我隊友是沒有要理我的意思啊 那我就直接過來 把重兵也清掉 不然呢要記住 這個版本 如果你不來暗影凱撒的話 是非常難壓到塔 更何況這一場你看喔 有什麼愛麗絲 莉安這些清兵都非常快的 所以這邊算是很浪費時間的 好後續到了這邊呢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開凱撒死機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重兵是可以先清 但是呢是沒有進攻過去 就趕快開這個凱撒了 所以比較像是 雙方打野去護爭奪這個凱撒 但是因為啊 我的經濟優勢呢已經很高了 所以呢 我們就算被對面搶了凱撒 我們也是可以打贏團戰 好這邊細節來了 拉克這邊剩一滴血 然後呢我三顆藍色打塔 炸到他 把他給打死 再切黃紫 再把力量給收掉 所以呢這個就是 鎖你的子彈要怎麼樣去運用很重要 反正只要你記住 對面有塔 你就盡量用三顆藍色打塔 那搭配二技能 在三顆藍色呢他會 如果你打到四個目標了 他會直接增加到400%的一個傷害 所以不管是壓高低手高低 你的三顆藍色就是會創造奇蹟 這個你們一定要記住 只要今天壓塔都是三顆藍色 那比如說打團戰啊 你可以三個延伸各一顆 對三個延伸各一顆 或者是如果是只打一個目標的話 就 紫紫黃也可以 那如果你是切紫紫黃的話呢 我推薦你都是先切紫黃紫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你紫黃紫打一個目標的時候 如果突然敵方的隊友來了 你可以馬上切藍色 就會變成是黃紫藍各一顆 OK在這邊壓塔一樣 三顆藍色一直炸 一直炸了一個塔 有沒有看到 我就是三顆藍色一直炸了一個塔 一直炸了一個塔 一直炸了一個塔 他們就被我全部的血是用噴的 那後續拿不到他過來再切紫黃黃 所以看你今天的一個紫紫的訴求是什麼 如果打一個人就是紫黃黃 然後暈了之後再切一顆紫色 就會變成是三顆紫 那這個就是打一個目標是最好用的 如果今天是你打一個目標的時候 對方可能有隊友會出來 就是紫黃紫 那你在切藍色之後就會變成三顆顏色各一顆這樣 那壓塔絕對就是三顆兩色 炸了一個塔 那最後打到27%的輸出 那承受益存下就只有6% 所以這場算是紫紫比較完美的教學了 然後最後講一下奧利的部分 一定都是帶暴走 7-0-3奪萃然後10顆純潔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為什麼你不帶他覺醒 因為紫紫帶覺醒 我真的覺得傷害到中期開始是沒有暴走來的高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紫黃今天就只有出這個聖劍然後颶風或炎怒 你的暴擊率就只有50% 那你暴走的意義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錯了 我跟你講這個關是錯的 因為今天射手的攻速是非常非常快 你一秒可以打到很多小小普攻 那你50%的暴擊率就代表說 有可能就是打兩下暴擊一下 那今天你的攻速那麼快的情況下 你一秒可以譬如說打到 三下四下五下的普攻 你打到四下的普攻 你的一個期望值就會有兩下是暴擊的 所以你今天射手有50%的暴擊率 再配上暴走一定是很足夠 已經很強了 OK 所以一定都是帶暴走 好那感謝各位的收看 記得要學會這隻角色 拜拜